继续看到三明区顶经理等地一周内爆发多起本土登革热病例 引起市长韩国瑜关心 特地率领防疫团队前往当地视察 他表示暖冬再加上大雨不断导致疫情在线 市长是呼吁大家要主动清除资深员以遏止疫情继续蔓延 韩国瑜市长下午来到三明区奢子林公园 听取卫生局登革热疫情简报 对于等暖不到一周三明区顶经顶西里等地 爆发多起本土登革热病例 韩市长不免担忧向市民疾呼要做好防疫工作 在这都是议员都是我们里长 拜托通知大家一只蚊子 寿命只有28天 只要我们咬紧牙根把它集中打击 所有这个区块整个顶字头六个里 我们就更用心地打拼一下 我们好好跟蚊子作战 刚刚讲了几个重点 所有跟水有关的容器水沟 还有成年的旧宅 还有这里都没人住的地方 拜托大家里长 还有我们整个社区各位议员帮帮忙 我们全部动员咬紧牙根 如果一个月之内产生效果的话 蚊子自然死亡 可能可以把灾情降低 韩市长表示 尽管今年并非四年一次登革热流行的高峰期 但避免疫情蔓延 除了透过各方共同防治 每周三定为反登革热之外 登革热防治会议也要加密召开 登革热一带疫情真的爆发出来 像以前曾经高达一万九千多例 那是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这吓死 对市民朋友的健康很大的威胁 对我们所有要来高雄观光旅游投资者 他也会怕 他会害怕 所以我们觉得今年登革热 我想我们就不用再调三个月一次了 我们最少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一定要召开一次 三民区传出本土登革热 不分蓝绿地方明带都相当关切 也都到场听取简报 随后市长还亲自走进巷弄 除了了解喷药防治情形之外 对于老旧公寓 排水沟及容易积水的角落 也提醒相关人员多加注意 根据疾管署发布的检验结果 目前发现的都是第四行登革热 第一时间卫生单位也安排个案住院隔离 由于第四行登革热临床病症较不典型 卫生局呼吁民众如果出现发烧 头痛 肌肉关节痛 出诊等不适症状 尽速就医 一例医师早期诊断 通报以及治疗 港独新闻李嘉隆王思武采访报道